新娘坐完船之后呢 又坐车赶到了寨子里面的一个风雨亭 在这里呢 新娘家呢 要把这个打熟的一些糯米饭 分给寨子里的一些小孩 还有寨子里的一些乡民们吃 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让大家一同来分享她的喜悦 分享她此时此刻的喜悦的心情 小朋友 你抢到这个瓷瓣了吗 好吃吗 来 这还是一些糯米饭 我也抓一点 在里面就叫做分喜 就是共同来分享新娘家的一种喜悦 来 还不错 挺粘牙的 这是街庆的第一道酒 我们南方家的代表呢 一早就来到了家大路口 然后迎接我们送亲的队伍 你们这是第三道酒对吧 那为什么要是三道酒呢 就用三道酒来迎接新娘的到来 新娘的到来 您这是第三道了是吧 喝完三道酒之后呢 还要过关是吧 这里我们这是干嘛 这是这也是 是帮我到新娘拆这个 我们的这个衣服 就是老年人穿的 就是说明她已经是成家了 就是进入我们南方家了 终于到新郎家里了 我觉得这个苗家娶跟媳妇真不容易 一路上要设这么道关 到了他们家的大门口 还有一道关的就是进门酒 进门后新娘被拉到堂屋 靠左边的中柱而坐 已是已经成家立业 然后有一个多子多福的厨师 在堂屋里宰杀一只大红公鸡 同时送亲人员陪同新娘坐在堂屋里 由南方家女性亲友进三寻酒 接着送亲人员和新娘 才可以自由活动 之后新娘由南方家女性亲友 逼迫着去挑水 挑水时只能用左肩 途中不能放下水桶休息 以示勤劳 挑水回来后 送亲的和南方的亲朋 互对删割 请求送亲的开柜子 杯喜糖吃 祝愿新人幸福美满 我们追新娘居了这么久 终于看见这个新郎了 那你看见自己的新娘子漂亮吗 漂亮 她们两天呢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激动吧 那干脆让新郎来说一说 当时是怎么取得这个新娘方心的 这个时候来都不好参与 跟我们汉族的这一种约会啊 或者说是写情出外有没有区别 有 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方法 比如说我们去对歌 要双方都比较认对方了 那我们就互相交换一个信物 当然这是要到一个比较紧密的 幽静的场所 然后固定了信物以后 我们再叫 再让我们的长辈 找一个为人 到他那里去提亲 开柜子分喜堂后 新郎新娘拜堂 拜堂时 地上会铺上一床席子 一床被子 被子四角放上一些硬币 然后点上香 由新郎拜尽天地 而新娘不用拜 为什么要在被子四角放上硬币呢 原来是由新郎先掉被子上的硬币 任由小孩子们抢 于是新郎新娘早生贵子 富贵双全 儿孙满堂 婚礼仪式结束后 宋亲的和南方的亲友 一同在院坝 跳起了板凳舞 更是其乐融融的喜庆气氛 我也去操作热闹 现在跟着我们寨子里的 这些村民派在这跳 这叫什么舞啊 板凳舞 板凳舞 那我们没拿板凳呀 因为我们今天人太多了 没有给这背签 就是内圈拿着板凳 然后外圈咱们开着掌 那其实这样的舞蹈 在什么时候会跳 结婚呢 只要是 起庆风说话的也都可以 那我们去拿个板凳 来学一下好吧 关于板凳舞 还有一段传说 古时男人外出征战 妇女在家为了防止敌人袭击 用板凳碰击发出信息 提醒人们防范 当男人打仗时 妇女用板凳拍击 为男人们助威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板凳舞 现在板凳舞 已经成为苗族人民 经常的娱乐和体育活动 热情好客的苗家老乡 还邀请我去品尝了一顿 苗族特色美食 我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意思 敬酒歌 敬酒歌 对 那歌词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永远来到我们苗家 但是我们苗家又没有什么好酒 好菜的 那你们 所以呢 你们这去他大饭吗 你们将舅舅就吃了吧 啊 这么丰富 大家看一下 丰富 而且还有美酒 我觉得苗家人真的是太热情了 你看在我们进寨子之前 就有一个蓝酒 对吧 到了吃饭的时候 还要再敬我们的酒 盛情难缺 那我尝一点吧 不要惯我 你回这里 再见 好 近一点 这怎么喝完酒了 已经进完酒 还要再唱歌呢 这都不要再喝酒 一般就喝三 啊 这样的 天哪 我还记得再搞明白 那好吧 两杯 原来是我只喝了一杯 他觉得我不够 还得再唱歌 只唱到我喝了三杯为止 天生就苗家哟 苗家哟好酒哟 苗家哟好他哟 到底苗家不想家 旅游贴士 交通 贵阳汽车站 有班车直达新人 从新人到李渔苗寨 有公共机车 也可以乘坐出租车 有李渔苗寨 李渔湖 李渔山 爽苗族独特的民族风情 如果有机会 遇上当地人的婚礼 可一定要去看一看哦 Go 苗族手工织品 刺绣和银饰 美食 好